你的梦想最清楚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 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情 你只要自己做好自己 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就是对得起自己了 我的华语名字叫谢苏亚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Sonyacha苏亚 我是一名职业的宇球员 就是专业的 我从小就开始进入这个职业 然后现在我是28岁 是受我姐姐的影响 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打羽毛球的 我一开始是先是跆拳道 就是我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跆拳道 然后就跟我姐姐一起 因为我姐姐真的说 以前就是我的偶像 她做什么 我就是一直在跟着她的后面 然后到8岁 我8岁的时候 她那时候就开始对羽球有兴趣 然后她就说 我又想要学羽球 过后那时候我就学到8岁过 我就说你学羽球 那我就跟着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是直接去学 就是去看她练球 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试一下 我要打 我要练球 所以我10岁的时候就被选进走队了 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去代表州去打比赛 就是周里的家人就看中我 就是说你就进来我们走队吧 然后你要正式进入就是我们的国家队的时候是18岁 18岁的时候你就正式是你是已经在国家队里面 我们到国家队的时候比赛更多 就出了比赛更多 一出就有时候就出一个月 一出就有时候出两个礼拜这样 在国家队训练就是7点到10点半这样 然后下午就2点半到5点 5点半这样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个日程 很competitive 我只能说就是竞争力很强 我就是要站在第一的位置 所以我很努力的去训练 就是肯定有队友一直要打败你 所以不要做第一的 就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 那时候就还要争世界的排名 我们训练就真的是 大家都一起很努力的训练 因为大家都要进步嘛 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东西 我在20岁的时候 我在准备这世界级标赛 就是我们英文叫World Championship 是一个很大的比赛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的要参加 因为这个也是要有资格 就是你的世界排名要够高 你才可以去 一个礼拜前零出发 我在训练的时候 然后就受伤了 就是那边后面的那个那个 脚后跟的那个跟 那个跟就断了 那个是我最难忘的痛 因为那时候我是在pick的 就是一直在上 就是一直在从人 就是成绩也不错 就这样子就打断了我 我受伤就伤了三年 因为我开我的手术 都做了四次 因为有细菌感染啊 然后有发炎啊 就是有很多complication 在我的手术 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 就没有想着要继续打球了 因为医生都已经说很难再继续打了 不容易了 因为那时候我的肌肉就是萎缩完了 就没有肌肉了 站起来都觉得抖 我的脚都在抖 就是没力了 所以那时候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只是想要向正常人的生活 就是走路 因为那时候做路 你做了六个月 是很伤心的 所以用了我三年的时间 我在23岁的时候 才正式出来 就是继续打 就是再试一试咯 因为我的梦想是 我想打奥运 我又错过了两届的奥运 其实我就在想 再试一下吧 就试一下这一届 能不能打这个奥运 所以就坚持下来 你知道就是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当你在高处的时候 就你什么支持都会有 但是当你一跌下来的时候 就又发觉 好像没有人会理你了 就是那种感觉 在运动也不例外了 其实 所以当我有那个决心说 OK我要试着回来去打 就是做复健的时候 那时候就只有几个信任我的人 就是在帮助我的训练师 然后我那时候当时的教练 他们一直都给我鼓励 就是跟我说 相信我是可以回来的 所以那时候就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从好像婴儿这样子 学走路 然后慢慢学跑步 那样的慢慢的 然后那时候过程是很辛苦的 就是在我手术 一直不成功的时候 其实我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医生都找不到原因 为什么他好不了 就是一直在有发炎细菌感染 就出笼 就这样拖了差不多半年 然后那时候我家人都很担心我 因为怕有这个包脚剧掉的那个风险 因为有细菌感染了 所以我家人都很担心 然后当时我的 mental health都没有很好 我当时已经是有忧郁症了 就是还蛮严重的 就是不想出门 就是不要出门就死了 就是一直锁在房间 就是一直在家里 就这样子 一直都不要出去 没必要 然后当时我又长胖了很多 然后因为一直在 就是有忧郁症 你就不知道一直在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的过程是很辛苦 说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寒 那个后遗症就一直都会在 就是我回来过后 就慢慢慢慢打上 像这种高水平的国际赛的时候 速度还是爆发力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的脚都一直在肿 然后一打完就一直 有时候会痛的走道路 就有这样子 但是第二天你还是必须坚持的 去训练还是去大比赛 我每天训练也是这样 每天训练完都很痛 有时连走路都不想走的那种 可是每一次都有第二天都要坚持 真的是醒来就是忍着痛还是去继续去念 因为我不能停下来 就是对我来说 宇宙就是一个sport 就是一个运动 运动就是有输有赢的 就是只要我尽了我的权利 然后我对我自己已经是问心无愧了 就是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东西 这样子就你对得起自己啊 然后你就不会好像意志力消沉啊 对我来说至少我去试 我不是了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我试我尽全力就已经很好 其实在我宇宙生涯里面的障碍最大是 刚刚转换去自由人的身份 然后我就缺了这个 余种的那个support 就是我需要像治疗师啊 跟着我去比赛的那种 目前来讲我还找不到这个sponsor 就是可以跟着我去每天帮我治疗 因为毕竟我受过伤 而且我伤得不轻 而且我是很需要这个治疗师帮我去治疗的 但是我目前来说 我还没有拿到这样的budget去帮我 可以请一个治疗师来陪我去比赛 或者是去训练 就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挑战 首先这个目标现在就是要 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我想要代表我的国家去打奥运 我受伤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明白吗 所以这是我的梦想 我就是想要去达到 至少我去尝试了 我尝试了达不到我自己也没有遗憾啊 不尝试的话我就觉得不值得 其实追求梦想的这道路上是 一定是很多障碍 然后很不简单 你可能会给人家看不起啊 然后现在的社交媒体也是很厉害嘛 所以你可能会被人家criticize你啊 然后说你这个那个好像没有资格啊 你打来都没有用啊 这种东西 但是我只能说这种 你的梦想最清楚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情 你只要自己做好自己 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就是对得起自己了 做人我觉得最重要是对得起自己 然后不要怕失败 不管你要找工还是招聘 都可以来到铁范网 请你让我找工还是招聘 你应该尽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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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